刚才的话我们比较了一下中国剧社跟澳洲我们这个剧社的不同 今年的话呢 二位在我们这大戏中都担当中奥的角色 那张世凯今年演一个什么角色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青山战》这个剧呢 发生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 偏僻的小镇 然后我们在这个王老师改的里面 我们把它改成就是俄城 俄城 那我就是俄城的市长 市长 今年这个角色怎么样 觉得适合自己演吗 怎么说呢 在华圈我基本上都是演坏人的是吧 那你这么说的话 这角色非常适合我 每年有一个什么这个吝啬鬼呀 爱钱的呀 然后爆发户啊 老太爷呀 这些角色都是SK 让张世凯来演 你说去年我好不容易演一好人吧 最后还把我给毙了 这个没死在舞台上 等于说是 是这个台词里 把你带出来你已经死了 被人说死了 是给我自己说死了 对 那今年演这个戏的话 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 等于说是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这个原作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俄罗斯的原作 对 所以人物性格的话 非常西洋化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了 一个中国背景的话 那么就要找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西洋的一个性格 在一个中国人的这种环境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这个人非常多面话 他第一 他是一个市长 他是一个恶霸 等于是这个城里的恶霸 他其实就是一个老狐狸 对 什么事他都可以欺上瞒下的 但是唯独今天就输在了 钦差大臣的 就圣表臣的身上 对 所以当中有很多的转变 非常难的去把握 你说这个多面话 就是表现在对不同的人的时候 表达出的态度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对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场合下 不同的情况下 态度180度转非常的快 有时候在舞台上 你自己没有拿断那个感觉的话 就演不出那个感觉 所以他那个情绪 是跳出跳入 对 然后情绪转变比较大的 对 其实等于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这个戏里头 肯定是有难度的 为什么能这么一个精于世故的 刚才你都用老狐狸来形容 被他这样一个人给骗了呢 在他没说话以前 来形容一下他 形容一下你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个对手 被他骗 也不是他的错 是吧 其实还是自己的错 对 自己心里有鬼 给人一糊弄就当真的了 人说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了 对 那肯定还是做了不少亏心事 那是 结果正好这个人又来了 对 你俩就一拍即合了 对 那说着这个蒋钦差吧 你到这个城市里头来 你是做什么来的 你的意思 我是路过 你是路过 路过 你路过 全就是打酱油过来 但你这个打酱油的时候 可把这个鲸鱼事故老狐狸给骗到了 所以 其实我不是骗的 就是 很多人说 你这个角色是一个骗子 或者说 这个角色是假钦柴 假字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给自己贴的 不是我主动去贴的 是别人给我贴的 我只是顺着他们的力 稍微再走那么一步 他们就都掉下去了 你这等于说是王老师说那个演戏的最高境界 坏人不觉得自己人是坏的 是吧 我是觉得这个戏里其实并没有一个坏人 所有人都不是坏人 他只是在按照他们觉得预想的自己的轨迹在走 但是刚好这些人放在一起呢 就交叉 就有故事 你像市长 他在那个城市里 他是一个恶霸也好 一个怎么的也好 他遇到一个不熟的人 他首先第一反应就应该是先把这个人给拉拢过来 对 所以他才给我送钱 是这样 对 所以这是所有的人的一个就是 按照他惯性的那个思路再往下走 他并不是说我故意的去骗他 我让他那样子 你今天演的这个角色 你非说自己不是一个坏人 好我也相信你不是个坏人 但是听说这个戏里 你同时爱上了市长的老婆 跟市长的女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么回事 这在我背后吧 我不知道这事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还出现了这种事情 有个绿光 我头上有 你得把这事解释清楚 而且我觉得这个戏啊 在我之前写这个介绍的时候 我这个戏这是今年的一大看点 我觉得那段戏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你说你自己不是坏人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我不是坏人 我只是真情流露 但是这个母亲跟女儿 他毕竟有这个差距了 你不能同时爱上母女两个人 是不是 这个我就把握不了自己 像今年的这个戏的话呢 二位的对手戏里边 还是挺多的啊 你们觉得哪一些戏是值得大家推荐 看得及吗 我觉得是从他们一见面那时候 见面第一次见面 对 那时候是老狐狸 抓到小狐狸 两个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底 失底的 对 那时候是最紧张的 两人心理戏是最多的时候 他要探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 在那场的话 等他们自以为弄清了对方的底戏以后 他们的态度又会改变 所以我觉得是那场是最有看到的 这个戏的话多少透露一点 当时的情况是你已经假钦差啊 我们胜着沉眼这个角色 已经是付不起房租了 对 在酒店里被人就要赶出去了 这个时候市长来了 市长的话呢 当时的情况是拿你当成钦差 对你是想摸你的底 然后你同时呢 又以为这是市长 是因为自己不付房租过来 带人来抓你来了 对对对 你这个时候这个心情 真是180度的大转弯呢 是 开始的一种怕 到后来的一种喜 你这个觉得你在把握度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一开始肯定是怕 这个台词其实很巧妙 对 有些台词他用了另外的一种意思 是模棱两可吗 对模棱两可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是来抓你的 你也可以理解成他是来帮你的 但是你这个人一开始就是往他要来抓你这个上面走 然后慢慢慢慢试探着发现是市长先软下去了 所以我就慢慢硬起来 然后慢慢慢慢把它压过去 好了 一个软下去 一个硬起来 对 好 然后再看看你们这戏到底到时候怎么样 是 这就是年纪大的人和年纪轻的人的区别吧 那个张世凯今天演的这个角色呀 充满了很多这个喜剧的韵味 我们对一个老演员的话 还都是怎么说很相信他的演技的 但是我听说呀 有这么一个事 在上个星期星期六 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老师啊 来到了我们剧社 他还不是一般的老师 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戏的主任 还是给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找出来了毛病 对对 怎么样 你们是服还是不服啊 你们 你们毕竟也演戏也演了六七年了 是不是 听人家这么一针见血的说出你身上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怎么觉得的 我说第一句话我就心服口服了 一句话就服了 至于吗 你在那你也得服 我当时我走了吗 当天不是 对啊 你们当时是什么感觉 就感觉你好像练了一辈子功夫 人家一口就说出你的罩门所在 是吧 这就是你功夫白练了那感觉 就是说 你不得不服的 高手 但是碰到了神仙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对 人家都不削给你过招 直接给你一句话 你就给倒了 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个 的是王主任吧 陪我们这个整个一下午 我是体前走了 但是起码我能看到 他是一直认认真真的 在看每一位演员的这个表演 对对对 中间连厕所都没去过一趟 几个小时这样 对 从头到尾弄下来 就看了我们压力深的 是啊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 好像大家那种 就在有点紧张 确实是紧张 之前我还 我就没见过你们这样 我上去第一句台词就错了 是吧 整个戏第一句台词是我的 我上去就错了 对 不光你 然后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看演校长的呀 演慈善医院院长的演员 都开始嘴打结 吃这个螺丝 然后我这个不自在 走位都乱七八糟的 是 后来渐入佳境 对 慢慢慢慢 开始的时候都是 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过 被这么学府的 还是戏主任来现场这样看过 对 不管怎么样 我记得当天他对我们肯定的还是多的 更多的是肯定 相信这个戏到时候 真正搬上舞台的时候 一定是一副 让人大家意想不到的 好的结局 我相信 他会很好看 对 我们也相信 时间过得很快 感谢大家半个小时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好 谢谢你们过来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